哎呀 来了 来了 哎呀好兄弟买新车了 恭喜你喜提新车 谢谢兄弟 不客气哎呀 给你大个红必须的 你真的太客气了兄弟 哎呀咱这边咱们这边的习俗嘛 我们这边的习俗 买新车就是要大红要放炮 这两天放炮也不提倡 但是这个仪式还必须有的 完了还可以蹭东饭 中午这东饭你请了吧 这没问题兄弟 好小慧 看看我好兄弟买这个车怎么样 好看我们不是前几天去先看了吗 看了这一款车 感觉我挺满意的当时 挺喜欢的 这就是那个本田雅阁是吧 雅阁吗 喜欢就让二口给你买吧 哎呀我俩还要当时 要把智能 主要是没有预算的 没你有钱 没钱 只要是没钱 喜欢是喜欢没钱吗 看看你的 看看你的 你买了跟我买了一样 没事了借我开几天就行了 兄弟给你再体验一下 上车吧 上车 这个我先给你解了 解了放里面吧 感觉还影响市容来说 安全带先系上 这个是个自动档车 自动档车 CVT CVT 我们还开的是比亚迪手动档 这个要踩刹车 然后松鼠杀是吧 对松鼠杀 挂个地档 对 基本上操作还知道的 慢慢的松鼠杀 开始走踩油 踩油是吧 对 车还是很不错 但是坐里面这感受 比我那车强多了 我那车挤的 试一下看看 提速怎么样 这事实上是挺舒服挺不错的 哪个配置 精英版吗 精英版的 这下来的多少钱 下来落地20万出头 哎呀 还是有钱啊 这个 当时我是在凯美瑞 奈腾 还有这块雅阁这间 徘徊做选择 结果选择了这个 一个是这个车 动力组 它不是一边无际吗 动力可以 你可以感受一下 动力确实可以 这个车的市场保有量比较大 将来保值 对保值 外观空间比较可以 哎呀 这个好车开着就是舒服 就是美呀 向兄弟看齐啊 兄弟 向你加油干 下次一起去给你骑宝马 骑宝马 好 然后你看 你看我朋友 房也买了买了个好车 最后又找到了个漂亮的女朋友 成功了是吧 成功了 这跟车有啥关系 车就是个代步工具嘛 你看咱家这个比亚迪 功能也很齐全呀 而且坐上面又吹不着风 淋不着雨的 这暖风一开还挺暖和的 也不差呢 但是你好车 好车肯定跟咱这不一样嘛 好车肯定有好车的这个价值所在嘛 那你好好努力嘛 完了也给咱整一辆 行嘛 那你就等着坐我的宝马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二狗 我们现在在市里 一个朋友知道二狗最近想挣钱 他一直跟我说 还有个挣钱的好项目 让我来看一看 所以今天我来市里面找他 看一下这个项目到底可不可行 到底能不能挣钱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我一直感觉他不靠谱 但是这次他天天跟我打电话 天天跟我吹嘘到底有多好 今天你给我讲一下这个项目 到底是啥项目 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菜脚驿站 在小区里 这不就是一个抒发快递的吗 你取快递收快递能挣钱吗 你别看他小 但是他盈利挺大的 我每天下班就在这观察 看他这个盈利的方式 以及盈利的多少 居住的人 小区住户挺多的 这小区有八栋楼 然后住户有两三万人 八栋楼就要住两三万人 对 老板跟我说过 这家快递料每天都要发 四五百件 发快递多发四五百件 书发快递 书发快递 加起来吗 是加起来 说的 说的他挂着 我是发快递发 出发快递是四五百件 同利用在六千块左右 一个月 对 现在有个社区团购嘛 加上以后盈利也在五千块左右 所以这个店下来 同体 从出入一个月下来就在一万左右 他这边是一个收发快递的区域 还有这个 这是团购 这是社区团购买的东西 这边是菜 还有菜呢 一直不太相信这件事的原因在于 我觉得这么挣钱的项目 老板为什么要转让这个事情 而且老板跟你说 这个小店比没有转让费 转让费可是有的 多少钱转让费 转让费是八百块钱 转让费八万 然后这个 一个月房租多少钱 房租是两千 一个工人吧 两个工人 一个工人就可以 一个工人给三千块钱工资 干得好是两千块 然后一般的新员工 你就开一千五的工资就可以 一个月盈利一万元 这个房租水电 加上用工资可能就四五千 还能挣个五六千块钱 差不多 我感觉呢 这个店 特别小 而且投资也特别大 正如我朋友说 他又要挣五六千块钱 我对这五六千 我都抱有怀疑 觉得一个流量在那放着 就社区团购 这是一个很火的一个 取求方式 老板转让的原因是 他是浮化这个小区 变名服务价也就是这个快递线站的一个 也就是个老板 主要是靠靠靠这个孵化这些项目挣钱 对做起来以后 然后你转让出去 然后他在熊求新的小区 然后再浮化出这样的项目 然后再转让别人 你能不能自己孵化一个 把这八万块钱给咱使用 人家是这个业内的人 人家也知道 属于这个这个行业 已经干了好多年了 快递行业 咱们两个就相当于是一个 小白生 真诚的盈利模式 还是怎么样 来节省成果 咱们都不知道 人家这个店 是现在已经幼泳起来 咱相当于 就出一个八万块钱的转让费 就开始直接开始盈利 现在说了这么多 我还有一个一点 就是我现在经济比较紧张 我想明年装修房子的 兄弟 你现在还年轻吗 现在装修房子 都不经常住 你现在装着 我感觉没什么用 老会的话 现在也不准备生亡 现在没有计划 所以你就现在两个人 就是为了工作打拼了 大家年轻的时候 多挣一点钱 这个项目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如果不想干的话 这个 我准备接手这个项目 然后你给我借点钱 我来干这样的事情 到时候我如果赚钱了 你到时候就不要 眼红或者是 想和我一起在合作的事情 那这个我要跟小慧 好好商量一下 我后面再给你答复吧 而且我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做这个 兄弟我给你的时间不多 你好好考虑一下 好 我对这个而是半信半疑吧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可行吗 好嘞 刚才没好意思打击二果 还宝马车咧 这位置坐宝马车 我看是别想了 能抓紧时间换个新车 就不错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